新北市从94年成立圆梦基金 迄今已经捐助2亿6085万 补助3929人次 每年受捐助的学生约220名 刘慧然副市长表示 新北市持续整合资源 在109年继续推建教合作圆梦奖助金 111年设置体育基优助学圆梦奖助金 总计以三类补助金支持基优清寒学生 建教清寒学生 体育自优清寒学生 高额奖助金 长期资助 生活广大回响 也十分感谢所有捐助的企业及个人 希望学子们未来能够将社会的爱传承下去 我们每一年大概提供的名额大概是220位 那我们的孩子除了拿到我们严重基金的益助以外 他在功课的表现跟各方面的表现 要达到一定的标准 第二个他还要做从事公益的活动 其实这些无非是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 当你接受到帮助 我们自己要学会付出 不仅是服务社会 还要对自己自我的砥砺跟进步 那未来长大以后 我想他们最期待的是如何 把他们在学生时代 接受到的照顾可以回归社会 所以我们大家要有个默契 未来当大家有能力的时候 不一定回馈到我们的捐赠者 你就回馈到社会上需要被照顾的人 我想这都是一个最棒的一个社会散的循环 这也是扩大办理感恩会 串联起市府捐赠者和受奖助者 会中各界嘉宾会动魔法棒 仿佛为素描带来温暖和生命力 营造希望无限的意涵 而代表支持的台湾大学财经系陈佩文说 圆梦基金的补助让自己迎向希望 感谢市府和企业单位 也分享心灵妙招 在逆境中依旧要怀抱理想 把握学习机会 为向来目标做最佳准备 尤其是圆梦计划 让我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完成我的学业 就因为这一路走来 受到许多贵人的帮助 所以我希望在我未来有能力的时候 可以帮助那些同样有困难的学生 让这份善意继续传下去 让他们也可以像我一样 专心的学习 最后我想跟在场的学生妹们说 无论你们愿意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挑战 请记得 困难只是学习的一部分 相信你们自己的能力 相信你们所追求的梦想都是值得的 持续保持积极的态度 寻找机会还有资源 在遇到错折的时候 勇敢的站起来 继续向前走 相信你们付出的坚持和努力 都可以让你们在熟了你们自己的舞台上面发光发热 嘉玉局表示 圆梦基金补助对象是涉及新北市的全国高中职 市立国中小以及私立高中职的卓越清寒学生 学生借此可以疏解家庭经济压力 顺利完成学业 圆梦基金也彰显社会对教育的期许和无私奉献 期待更多的资源溢注 一起拨下爱心种子 相信学子一定能够延续社会的爱心 也创造人生的奇迹 记得赵世渊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